这个周末想要去哪里 当然就是到鹿野武林绿色隧道来玩 在3月25号开始先进行2017年同心路跑 2017鹿野马拉松活动 当天可以来到现场 同时还有市集活动 单车体验 还有品茶香等等 这次在鹿野乡所举办的 2017台东同乐会活动很精彩 从3月25号到4月16号 每个礼拜都有精彩活动体验 相关内容可以上网来询询 一起来花线鹿野 各位相亲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成功镇政长黄柏昌 在这里要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一起到东海岸来旅游到成功 成功有非常多我们漂亮的天然的景点 比如说非常知名的我们的三仙台 还有我们的十一山成功游港以及我们的海滨公园 在在都是在凸显我们在地的我们的天然的一个美景 欢迎好朋友呢一起到东海岸来感受一下我们在地的南岛系列的阿美文化 还有我们在地非常有名的龙鱼特产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东海岸慢旅行 来享受我们在地的美食感受我们旅游的一个深度 2017我们一起成功相见 你现在收看的是东台湾点赞 大家好 我是金风乡乡长宋贤一 在这里跟大家问好 金风乡呢 是一个非常自然风景 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我们嘉兰村 有天荒步道 有温泉 还有我们有特色的产业红梨 那我们正新村是我们前乡制作陶艺的一个中心 它有一个陶艺大街 那我们新新村是很多民宿的民宿区 那我们宾茂立秋 两个村是小米 还有红梨咖啡的这个地区 所以欢迎大家来清风这五个村 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跟美好的风景 你现在说看的是20频道 东台湾点赞 这个周末想要去哪里 当然就是到陆野武林绿色隧道来玩 在3月25号开始先进行2017年同心路跑 2017陆野马拉松活动 当天可以来到现场 同时还有市集活动 单车体验 还有品茶香等等 这一次在陆野厢所举办的2017台东同乐会 活动很精彩 从3月25号到4月16号 每个礼拜都有精彩活动体验 相关内容可以上网来查询 一起来花仙路野 那各位您好 欢迎光临 请到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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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分全马、半马以及一般体验 整个活动赛程会经过绿色隧道 还能够看见二层平水桥之美 活动一早就由永安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廖中勋来为大家说明比赛规则以及赛事的路线 这当开始 活动开始之前 民政处处长欧肥军 陆野乡乡长李国强 议长饶庆林秘书简锐龙 以及纵管处陆野镇镇主任刘大奎 陆明温泉酒店董事长潘桂兰 都一起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很高兴在这里看到 来参加我们陆野马拉松的全国的伙伴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我相信呢 在场都是全国最聪明的跑者 选择来台东跑 又健康空气又好 那祝福大家今天都能跑出 心目中最理想的成绩 跑完之后呢 也欢迎各位留下来参加我们 一直都一直到4月16号的童话季的一个活动 那经过去年的台风 我们很开心 今年还是能够办这个活动 祝大家今天跑得愉快 跑得开心 谢谢 非常高兴 今天在这个 那么风和日历的清晨 到昨天还在忧心 昨天晚上下了非常大的雨 心想说 今天一定不会有 一定会好天气 心想事成 因为有大家的热情 融化了我们老天爷 所以今天太阳公公也放晴了 好 感谢我们这么多爱好 路跑的运动选手们 来到我们鹿野乡 鹿野乡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感谢大家 能够来到这里 天气非常好 也祝福大家今天能够 马拉松能够跑得健康 跑得开心 铭枪起跑之后 大家也开心的沉浸在 美丽的路面风光 好想到哪 各位好朋友 请你们赶快检查 让你的脚上也没有晶片 有任何我们所有的 选手 我们凭晶片知道吗 好 追上 好 跳一跳 再看那个 我们的服务中有一个第二条 你准备他呢 没有力量 什么 请记得 在武林绿色隧道两旁 也准备进行2626市集的摊位展授 这一次台东同乐会 也将从3月25号 马拉松活动开跑之后 一直到4月16号 每周都有精彩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路野玩 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体验邮程 东台湾新网记者方的林正慧如在路野乡的 裁判报导 是也觉得非常的精彩呢 已经连续举办五年的台东的路野马拉松活动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呢当天呢 其实大家在这个武林的绿色隧道可以边跑步 来边看看两旁的这个农田的风光 而且当天呢 还结合了2626市集 非常的热闹 那么当然呢 在这个礼拜 4月1号呢 也是我们的连续假期的开始呢 也在当天也会有精彩的野餐节的活动 也要请观众朋友 敬请的期待 也赶快来到我们的武林的绿色隧道 来参与活动 那么同时在上周末呢 我们在3月25号 同样举办呢 在我们的初露牧场 也有精彩的活动哦 就在我们初露牧场当天 也举办了乳香琵琶 化眉传心的一个活动现场 可以说是啊非常的热闹 而且当天呢 还设计有这个台端的县名 只要凭你的身份证件 就可以免费的入场 所以真的引起了不少这个朋友啊 非常的踊跃到现场来参加 而当天的活动有多热闹 有多精彩 一起来看下去 在3月25号 3月26号一零两天 在台东初露牧场所举办的乳香琵琶 化眉传心活动相当的成功 在当天活动台东献民民众 用凭身份证件一律入园免费 吸引不少在地的民众前往 好 这个叫专心 我们的这个东城国小的跳锅钉 真的很有名 学校老师跟社区都很支持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出入休闲农业园区 来主办 今天我们的台东地区 我们的琵琶及梅子的季节 来这边 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入座民的一个风景区 这边举办这样的活动 也感谢台东县政府 改良厂 及我们边南相公所 及台东地区农卫 资助 来完成今天这样一个活动 希望借着今天这样的活动 来行销我们在地的一个水果 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活动 带动在地的文化 让我们全省的各地的一个游客 能够了解我们边南相 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那想这个琵琶节 采梅这个活动 在去年的时候 在我们理事长 也是我们代表会主席 来跟我提起这件事 他说应该这样来帮助农民 所以他在去年讲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就在赶快 开始企划 策划 今年就给协会下去办 那一年比一年 我刚才来看的时候 那今年的人数比去年更多 那表示我们的活动是越办越好 那今年虽然是台湖 让我们的采量减少 但是我们的品质 并没有因为台湖的受损 来让我们的品质变化 每个果实都一样甜美 那我们的琵琶 是一个入口即化的琵琶 这次呢 因为我们除了修行游戏 来办理我们这次买箱琵琶 我们这次呢 就把这个我们整个一个 这边的产业 整个给它接合起来 因为修行游戏 因为就是把所有的 不管在我们的琵琶 还是我们的梅子 还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修行的 修行的产业 尤其在我们这个牧场呢 这几年来也 在这边办了 相信也办了 也是蛮多人的 今年也刚好今天天气也很好 所以大家呢 就勇业的来到我们出入牧场 因为这次呢 又来到这边呢 台中献民呢 又不用棉票呢 大家就很喜欢来到这边 因为来到这边呢 因为我们修行游戏 一直在推广 把这个产业呢 要深入旅游 不管在采口方面 还是说 每一个在采茶 还是说采梅 都会要深入的一个旅游 所以这几年 我们积极的 修行游戏 要再办理这样的一个 一个产业 除了可以在出入牧场 游玩之外 最重要的是 可以在现场的 摊位展秀区来购买 琵琶以及梅子的相关产品 当天活动当中 满额500元 还可以体验免费DIY活动 这个就是 就信出就对了 出院请小朋友 那等下我们请长官呢 从医生店部分 把这个 出入牧场的炼乳酱的部分 然后直接淋在我们的 那个 琵琶蜜糖煮食材面 就可以吃了 那就依序 从短话这边这样 传过来这边 好不好 这边单单而已 就试看看 我们的乳香琵琶的特色 这是乳香琵琶酱 出入牧场的炼乳酱 出入牧场的炼乳酱 加上出入牧场的 更期望透过展秀活动 可以真正行销 台东农特产品 好不好玩 等一下啊 要比烧死啊 要用这样啊 期望透过展秀活动 可以真正的行销 台东的农特产品 东台湾新闻网记者 放到零在北南乡的采访报导 说到圆梦呢 不知道各位朋友 在你的人生阶段当中 有不同的目标 就会有不同的梦想 那你圆梦了吗 那在我们的台东县议会的副议长 成洪宗呢 也在周日 上周日的时间 也圆了他四十年来的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这个学士 终于呢 在毕业典礼上面呢 他也很感动的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故事 到底为什么当年在四十年前 没有这个如他的愿能够考上大学 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因素 那我们现在透过镜头 一起来到毕业典礼的现场 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开心 喜鹤的事情 日前在台东县议会里举办了 高雄市立空中大学台东班 第二届的毕业典礼 副议长成洪宗就是毕业生之一 想到能够一元四十年前的学士梦 副议长成洪宗真的很开心 他说四十年前他就读台东高中 观山分班毕业 那时候能考上大学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家庭因素不允许 所以没有办法圆梦 到现在已经106年才在毕业 当中空了差不多三四十年 人家讲的活到老邪到老 所以不错啦 我认为高雄空大 可以在台东开班 像我们这个四字头的以前 在经济环境还是在读书方面 都没有什么机会 这次幸好有高雄空大 来到我们台东开班 今天我才有这个机会毕业 不然到现在也没有球鞋的机会 我要感谢高雄空大 梦想从这里开始 你们踏进高空大的第一步 后来你们所有的梦想都从这里开始了 你之后再往上 你就无限的发展空间 像我在这边祝福你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以前上任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在背面 我讲过那个转弯需要智慧 然后往前需要勇气 那这是我那时候想到的是 自己的作用力 然后献给同学们 当你要去踏进这个学堂 就是要去念书 参与终身教育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是去念一个大学学历 因为你已经有浑身的社会经历来到这里了 你有好多的知识社会的知识来到这里 其实你是在把你的专业知识跟你想学的东西补足之后 你是一个可以带其他人前进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对我们台东的同学特别的重视 是因为你可以带很多人在他的人生中转弯 因为我说转弯需要智慧 你要去另外一个场合 或你要去走另外一个跑道的时候 你可以带很多的人 带领很多的人 然后也可以带领很多的人往前 因为很多人他不敢踏出第一步 然后不敢在很多人生的道路上 需要你的指引 那希望你们拿到高空大学历之后 真的就是以学校为荣 后来知道有机会可以当大学生 而且还可以在台东就读 想要把握机会 虽然过程中有想过放弃 但是在班主任陈建贤的鼓励下 他现在也终于圆梦了 东台湾虚文网记者方耀玲台东采访报导 好的在4月份 其实紧接着要到来的就是我们的亲民连续假期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我们的上周末 或之前都已经做好这个亲民扫墓的一个工作了 那么当然在4月1号到4月4号这个廉价的期间 一定有很多的好朋友也希望把握这个机会 赶快返乡来祭祖 那其实在这里在台东市公所也有一些贴心的服务 在4月4号当天也会设置这个 棚架跟桌椅要来提供民众跟祭祖跟扫墓 这样贴心的服务 由我们的市长张国舟也亲自跟大家来分享 到底当天会有怎么样子的贴心服务 即将到来的亲民节是传统的祭祖时间 台东市长张国舟提醒民众 记得要慎重追远 另外也在3月份早已经在台东市殡葬园区 针对亲民节祭典有做服务 市长张国舟也与大家来分享 亲民节是我们国人弘扬孝道的固有美德 每年的4月10号 我们在我们的本所的殡葬园区 都会期办我们的私心的一个扫墓的华会 今年我们提早在3月9号 我们就开始让我们的市民 以及我们的乡民 就是县民 他们可以提早到我们的殡葬园区 提早来扫墓 就是一避免因为人车涌集 会有一点阻塞 所以说今年我们提早在3月9号 我们就期办了 所以说为了避免我们交通的涌集的话 在此也呼吁我们市民 在亲民节前 都可以提早我们到 我们的殡葬园区 来给办我们的私心的 我们这个扫墓的华会 在华会道中 也要呼吁我们市民 要注意交通 以及注意火灼 更要注意到 目前要提倡我们支援回收 我们的垃圾 尽量不要乱丢 这是在此 跟人家呼吁我们市民要注意的地方 也要呼吁我们市民 我们共同来孙中追缘 共同来祭祖扫墓 会搭设棚架桌椅 提供民众祭祖扫墓 并且邀请法师来主持祭祖大典 有相关疑问 可以洽询台东市公所 东台湾新闻网记者方阿玲 这会有在台东市的财宝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一节的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分享的台东的好康好玩好吃的资讯 当然有很多是跟我们的节庆有关的资讯 在这里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也希望大家在每周一三五的晚间的九点钟 或者是晚间的十一点钟都可以锁定我们的 东台湾点赞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欢迎订阅 欣赞 欢迎听 欢迎订阅 欣赞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這個週末想要去哪裡 當然就是到鹿野武林綠色隧道來玩 在3月25號開始先進行2017年同心路跑 2017鹿野馬拉松活動 當天可以來到現場 同時還有市集活動、單車體驗、品茶香等等 這次在鹿野鄉所舉辦的2017台東同樂會活動很精彩 從3月25號到4月16號 每個禮拜都有精彩活動體驗 相關內容可以上網來查詢 一起來花仙路野 不論是最新的飛行器機型或是釣魚的專用機型 防水、專屬客製化專用 甚至是救援任務專用 全都交給新樂 新樂飛行專屬您的空中領域 這一個週末想要去哪裡? 當然就是到鹿野武林綠色隧道來玩 在3月25號開始先進行2017年同心路跑 2017鹿野馬拉松活動 當天可以來到現場 同時還有市集活動、單車體驗、品茶香等等 這次在鹿野鄉所舉辦的2017台東同樂會活動很精彩 從3月25號到4月16號 每個禮拜都有精彩活動體驗 相關內容可以上網來查詢 一起來花仙路野 全體驗 單身巨大火 全體驗 協議 消旦 東 巴 稱 ver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